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哎呦 什么牛逼啊 不好意思啊 我叫沃鲁 我都买好不好 我也可以帮你卖 我看你在这里摆摊很辛苦 不用你走开 这个时代不像以前 你别影响我了 好吧 你这样子 我送你一套2024年 不管做任何生意都王牌拓克的方案 说不定这条街的客人 全部往这边过来主动消费 这里有300块 如果说30分钟我卖不掉这几十个 这300块钱归你 垃圾桶也是你的 实在不行啊 我也可以给你咯 人才 那你卖吧 如果说我做到了 能不能拥抱一下 你这个桶质量怎么样 我跟你说这条街我是这个 这条街你最牛是吧 摔得坏吗 摔不坏 那可以了 顾客过来先让他摔 摔坏一个奖他100 摔不坏他就原价买两个 你是不是摔不坏啊 是 安娜就来吧 你别淡事了 哈哈哈哈 很多垃圾桶买回去 质量不好的 因为一个月两个月就坏掉了 今天呢 我跟你讲 为了验证我们的产品质量 设计了一个游戏 你把它往地上摔 每个人 安娜 要我赔怎么办 不要你赔 不要你赔 再快一个奖励100 摔还两个奖励200 摔还三个奖励300 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摔不坏的话 你要把这个你摔的买掉 然后再买一个 可以 买一软一软 谢谢 你想的美哦 可以吗 可以好一点 这是什么好一点 这个质量太多了 我给你摔 那你看看怎么摔 有没有坏 没有坏 现在是可以 两个24块 哎呦 阿姨好力气 可以吗 不辣不辣 你说这个质量怎么样 还可以踢皮球哦 看到没有 12块钱一个 别人家都是卖十几二十块钱的 快两个24块 盖子出来了 桶还是好好的 质量还可以吗 有了 可以吗 没有毛病哦 这6块 这12块 18块 谢谢 三块了 摔坏它 不坏不坏 不坏 我们的规则是摔不坏的话 你要买两个 好来 谢谢你啊 可以可以 可以吗 这个质量 这个可以 这个的话是6块 这个的话12块18块 回去拿来干嘛 不要拿一只呗 拿来洗菜洗脚都可以了 你看 可以啊 因为可以吗 来来来 这个漂亮啊 你太看不起它了 你看你都不用点力 它怎么坏 坏了 奖100块钱 坏不坏买单 好吗 18块 谢谢你 阿姨 怎么样 好啊 有没有你家里面的好 好的 拿两个回去吧 好不好 51找不了闪了给你 可以啊 可以啊 是吧 好 两个 怎么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18 这样好再过来买 好吧 快 哎呦 你怎么把饼给砸坏 但是桶是没问题的啊 阿姨不是这么摔的 给我一下 你看啊 啊 棍子断了 他都罢不了 18块 18块 谢谢啊 是不是一下来了好多人啊 你看啊 所以说不要担心摔坏 你要担心的是他买不买单 那个呢 是12块一个 你要是摔的坏 奖你100块钱红包 你可以顺一下 对不对 来 摔不坏买单两个 往前自然走 好 好 哎呦 哎呦 孔没摔坏 差点砸到我 再摔一摔 可以了 我们应该摔了 不用摔了是吗 真的吗 我 最后两个了 把它带走嘛 这样杠杠的 红配绿 晒狗屁 你给我20 我们总结一下 整个市场 它缺卖了大一桶的吗 不缺 它想把那一桶 为什么人们不会超市买 为什么要来你这里买 所以说 我们是不是通过 垃圾桶摔出去 摔一个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卖出了两个呢 从古至今 人性 这是什么 从重心理 悲观效应 群羊效应 通过这个方法 再融入到我们的 销售环节里面去 是不是 一呼百应 摔出业绩 摔出回头 摔出什么 摔出心情 前面讲哪里算数吗 算数 传给我 嗯 那我们找个地方 拥抱一下 走